我们刚刚做的5499的DIY方案是用的6750XT的显卡 厂家的库存已经被我们提光了 等下一批的话得到9月份他们排产 6750XT我们的库房里是有的 但是我们不能上 上了以后我们根本来不集装 大家体验会很差 我们已经在刻意的下架一些我们出的快的产品了 那包括像今天这个很可能要7到10天才能发货发出来 包括670010G和6650XT我们都下架了 都是因为流速快而不是没有货 讲这个完全不是凡尔赛 而是让大家有心理准备 否则会有人把情绪宣洁给我们的客服 今天这个配置和6750XT是有区别的 你们看一下表格 第一个是风扇 风扇把不要钱的RGB 换成了四个白光的风扇 第二个是台系的电源现在供货很差 换成了长程还是600瓦 第三个是把吸数的硬盘换成了凯霞 这两个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就是看谁的资源更深而已 好最关键是显卡是蓝宝石的 RX6700XT 12G超百斤 我们这一批到货的生产日期 是今年的1月份到4月份之间 后面还会再到货 就是其他生产日期有可能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 几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显卡的样子 外包装 这是序列号 封口 封口 4K以后看这里面 里面是一个显卡 一共应该是三风扇 我已经看过了 这个样子三风扇 我们不断开 看一下金锁纸 再看一下这一面 包括这里 再看一下散热片 接口 看一下热管 应该不用再看了吧 包括这些位置 有没有插把过等等等等 其实就这些啊 这一片应该是今年的第11周生产的 还有一个保卡 如果有想法 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提前讲 不要 不要事后讲 要提前讲 原封发出 再重复一遍 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原封发出 但是一定到时候以后 注意安全去安装 我们碰到太多 自以为可以装得起来 结果弯针缺脚 再找我们的客服来扯皮 很考验人性的 显卡是超白金 所以有光效 白光的风扇不难看 换个角度 我们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不能去试图考验人性 尤其是隔着网络 拿掉侧板 风扇的数量增加了 顶部两个 背后一个 前面一个进缝 显卡的颜值还可以 背后的角度 接口 装好以后先烤机 实时的频率 就全核的频率是4.45G 74瓦 温度是62度 环境温度24.2度 CPU的性能我就不跑了 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6750XT那一期 整个机箱的风道非常好 单烤CPU没有悬念 马上开始双烤 因为是6700XT 显卡的频率会比6750XT要低200兆左右 600瓦的电源在插线板上408瓦 完全够 噪音51.6分贝 属于正常 机身背后的出风口33.8度 台式机双烤一般不会掉频率的 CPU还是在4.45G 但是升到了80瓦 温度在70度 70度完全也没问题 显卡的频率在2.45G 43G左右 比6750XT低0.2G 0.3G的频率 温度71度 185瓦 6750XT应该是200多瓦了 因为散热没有压力 三个风扇没怎么太转 在1050转左右 因为没什么变化 我就不继续了 单靠显卡 因为三个出风的风扇 所以说整个机箱的散热是没有压力的 单靠显卡也没有变化 那就这样过了 好 最关键是显卡 6700XT 它是和6750XT是一样的硬件规格 是2560的流处理器 192V的显存的位宽 GD6的显存 12GB的容量 今天实际跑的项目的 全是关系到显卡的 不是CPU CPU6核烧线程 日常用是很够的 32兆的大缓存的游戏的表现也不错 好 3DMark显卡的跑分是12892分 这个跑分略低于台式机的3070 6750XT高7% 柱状图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看一下 笔记本的3070Ti低9% 笔记本的3060 低31.5% 老版鲁大师总分77万分 CPU14万7000分 显卡56万2000分 新版鲁大师总分127万分 显卡499000分 CPU51万分 工业软件测试 表格里面红色好 绿色不好 居然前面三项打赢了6750XT 明显好于RTX3070 凯霞的硬盘的跑分 好了 开始看游戏的表现 这是古墓令的五种模式 这个是开光追 对比的机型 一个是台式机的6750XT 看看两个卡到底差距在哪 一个是笔记本的3070Ti 92帧 比6750XT低5帧 这次打开光追 N卡会占便宜 所以笔记本的3070Ti是101帧 不开光追是156帧 比6750XT低7帧 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 笔记本的3070Ti是151帧 第5帧 2K光追62帧 比6750XT低4帧 比笔记本的3070Ti 第5帧 2K不开光追是112帧 比6750XT低8帧 比笔记本的3070Ti高7帧 最低画质210帧 比6750XT低7帧 比笔记本3070Ti高22帧 基本上帧数差异已经明白了 你们觉得是不是可以接受 柱状图 建议你们暂停下视频来看 卡位非常精确的在笔记本的3070Ti 和台式机的6750XT的中间位置 台式机的3070高1.2个百分点 这是可以忽略的 这个游戏没有偏向于A卡或者N卡 6750XT高4.4% 右边两个是3070Ti和3080的新12G 就高很多了 9%和21% 你们非常熟悉的笔记本和台式机的3060 分别低28%和23% 你看人家CF到底是国产游戏 写的是生日快乐 坦克世界写的是您的周年 1920×1080的最低画质 跑完了581帧 也略低于6750XT的618帧 刺客星条10点最低画质195帧 反而比6750XT高一帧 台式机的3070Ti是156帧 低20% 台式机的3060低35% 改成最高画质再跑一次 119帧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不过这个游戏有点偏A卡 因为你看3080的12G只高了5帧而已 6750XT差别很小 只高了2帧 其他的帧数 你们自己看一下助长图 3070是100帧 低16% 3060就不要说了 因为有12G的显存 所以再跑一下2K的分辨率 86帧 6750XT高2帧 3070低8帧 好现在是真实的进游戏了 这是占地51920×1080 和其他机器一样的画质设置 都是最高 进来以后帧数在1780帧 这个帧数已经是非常高了 显卡的温度在70度左右 2.55G的频率 频率比6750XT低100多兆200兆的样子 CPU63度4.45G的频率 帧数现在还在170几帧 这个帧数呢 明显的超过了3070 3060的机器正常在110帧左右 再改成2560×1440看一下 帧数在比刚才低了 现在在12030 17080 反正你们自己看 不过2K的分辨率 画质明显要好一些 这个游戏叫做永结物件 是1920×1080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100帧出头一点 3060如果开DLSS的话 也能跑到100帧出头一点 这个游戏会比较偏N卡 A卡的话 完全靠自己性能去拉高帧数 我们继续看一下 到他2K的最高画质是2560×1440帧数在200帧左右 200帧左右 即使这个帧数的话 显卡也并没有跑满 其实你玩这个游戏 犯不着这么高显卡 就是说上次也说过了 荒野大标课应该和上次是一样的画质设置 这个什么质量已经拉满了 这个是游戏自带的测试 这个人就为了抢一点钱 杀了这么多人 还杀了马 好了 平均74帧 6750XT是78帧 多4帧 进游戏看一下 现在显卡的频率是2.52G 温度在68度 帧数在60帧出头一点点 APX英雄 凶炼场2560×1440的分辨率 帧数在100帧出头一点 看不同位置 在这个位置150帧左右 上的台阶上是130帧左右 你们习惯于最低画质 但这个游戏最高也就300帧 绝地求称2560×1440的三极致的画质 上飞机以后500多帧 落地以后在200帧左右 在房间里不到300帧的样子 在野外跑步又恢复到200帧左右了 原神又要更新 解锁了帧数后的原神 分辨率是2560×1440 最高画质 帧数现在是在我们不断开 不断开 帧数是在180 180帧左右 显卡可以跑满了 还不错 65度 前面那个城市能不能进去 坦克世界坦克是T95 4201 2560×1440最高画质 这个帧数的话 其实更高的分辨率也都可以了 我感觉这个车比279工程还要强势 打了2600扛了5000 内存换成3600的双通道 再跑一遍 159帧提高了3帧有提升 但是可以忽略的提升 可以看懂吧 比6750XT性能只低一点点 在价格面前 我觉得这一点点是可以忽略的 今天这一整套的价格是4999 6750XT在我看 最大的优点是没有矿卡的嫌疑 当然也有人说它是矿卡 这种危言耸听毫无意义 就算是最新的40系出来了 大家也不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 没有 有些话呢不该我去说 我只能说呢 我们的成本优势有可能会越来越大 现在撤走我们的制约我们的 是我们的接待能力 我们的装机的能力 比如像今天这个配置 你从下单到我们发出 很可能要7到10天的样子 确实也是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声抱歉 说回今天这个配置 因为还有预算更紧张的朋友 我还会做一个5500的CPU 比5600降一档 但还是6核12线程 再用原装散热器 这样价格是4699 又便宜300块钱 不过呢除非预算非常紧张 我是不建议像这样调整的 毕竟6700XT好歹也是一个高端卡呀 每次还会有人说改 那就再做一个调整 主板换成了华硕的B550 重炮手WiFi 支持无线网卡 4个内存超炒 两个M2口 还支持P3E4.0 硬盘的也用金树顿的旗舰级的硬盘 是KC30001T P3E4.0 机箱用华硕的冰立方 电源用台达的650瓦 散热器是酷冷之尊的 120冷排的水冷 其实水冷饭不着 主要目的是可以装在机器上发货了 风冷必须拆下来 我们有可能随时会下架 不是说没有货 而是我们装机来不及装 想要调整方案找我们的网店客服就行了 比如内存大小 大小的硬盘 包括重盘等等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自己找一下 担心找错 可以到公众号来扫码 公众号是在微信里面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不是中正评测 不是中正测评 有可能因为一些产品缺货 会做一些微调 到时候在公众号去更新 比如说机箱 机箱现在厂家就没货 再比如像盛吉的主板 等于是华硕 对吧 半卖半送给我们的 这种事情也不可能总有用完就拉倒了